今天呢我觉得是用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因为一般上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认识我朋友都知道我比较喜欢做线下 因为有那些互动 可是这个叫什么行动管制令的话呢 我想每个人现在宅在家里的话呢 迫不得已呢自己也要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上面的互动 那今天的课题呢我觉得是还蛮有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是因为现今这个社会里面当中 尤其现在这个关键期里面的话 很多人的专注点呢都是在这个防疫这个部分 那我发现到在防疫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抗亚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好像有点忽略了 所以我是想今天呢就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 跟大家进行这个课题的这个分享呢就是防疫抗亚新思维 那我们怎么通过管好我们的荷尔蒙的方式呢 也能够让我们的免疫力 健全的免疫力呢得到一个平衡 那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治愈力呢提升上来 好来那我想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了 OK来这个数字各位看到 这个数字呢是要各位去买6D跟4D吗 其实这个数字的话呢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是代表什么数字啊 有概念吗各位 那其实这个数字的话呢 其实这个数字的话呢 723814跟这个2626这么好的这个数字的话呢 各位或许呢明天可以去买一下买一下4D看会不会冲啊 其实这个什么数字来的呢 这个数字呢就是最新 目前最新的这个新冠 这个新冠这个肺炎的那个全球的目前有感染的人数呢 是723814中 OK那死亡人数呢是3998 那后面底下各位看到那个2662是什么数字来的呢 2662呢其实是马来西亚 3月30号的时候呢 累计下来的这个确诊 那马来西亚目前的这个死亡病例的话呢 有37中那么多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我想因为因为这个疫情呢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呢 本来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庆祝派对不对 因为照理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是31号应该是要结束 那个所谓的14天的管制的那个禁令嘛 那可是哪里知道呢 后来呢又被通知到呢 又延期了多14天 所以直到4月14号 那到底4月14号呢 会有什么一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 会不会有再延期的话呢 我想我们大概也不知道了 不过有一个重点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 这次宅在家里面的之后呢 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目前 因为有些朋友我们还有点联系啦 不过不晓得各位呢 你们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话 各位过得好吗 那Mekal点头 然后其他的有一些人 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影子 过得好不好 就像这四个人头那边 你会发现到呢 有人可能是笑脸 有人呢可能很平静 有人呢可能是互伤着脸 也有人可能是真的是在哭泣了 因为据我所知 我也有跟一些朋友在互动的话呢 有一些人真的是 尤其是老板 很头痛 因为面对了经济 这个资金周转的这个问题 然后店没有办法开 那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些 在家里能够安然无事的人来讲 其实我们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其实我们比很多人都幸福了很多 至少我们今天在这里 还可以来做一个线上学习 那这个新冠病毒呢 来势汹汹的造成了全球的恐慌淪陷 这个我想各位都已经有感受到 那一种feel 在整个防疫的过程 我们不免看到 大家都是会鼓励各位在外在的防范 包含了要戴口罩啦 请洗手啦 保持室内的通风啦 随时都要做些消毒啦 等等这一些 其实这些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之前其实都是在做的一样东西 是比较是在外在的防范 可是病毒它无所不在啊 那我们要怎么能够消灭 我们怎么可能消灭它完呢 其实这个课题是还蛮让人家头痛的 OK 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来看待的话呢 由内的方式呢去进行的话呢 很多的专家都会认为就是说呢 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呢 就是免疫力嘛 因为也有证实了现在目前呢 以世界世界的卫生组织里面发现到呢 所有的新冠肺炎的死亡呢都是 请像在主要这个slide里面看到的 就是一些免长者 有吗 一些免长者 然后呢 就是一些 免长者 然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 然后患有慢性病的这些人 所以免疫力呢 是最好的药 那可是在过程里面 我们才谈论的 免疫力这件事情的话 它是最好的医生 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能够 让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呢 是健全 也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件事情 因为身体是否能够抵抗这些病毒的情形呢 取决于我们本身的免疫系统的强壮 那目前也没有一个抗病毒的特效 要拿来做这个 抗病毒的这个问题当中的时候 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能够不能够提升本身的抗病能力了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了 OK 好 那谈到免疫力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我们都 一直在 不管是在任何的讯息上面呢 大家都会提到关于 提升免疫力这件事情 对吗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都来告诉我们什么 如何提升免疫力啦 怎么吃啦等等这些 可是对于免疫力 这个免疫系统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思维 或者是有一个关键性我们必须要去看待的就是 就是我这里这个slide里面呢有post的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免疫力越高 免疫功能就越强 那各位你们可以回答一下在这个check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的觉得你的答案是4的话你就写一个1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的话呢你就可以写一个2 来看看一下各位你们觉得免疫力越高 是不是代表你的免疫功能就越强 OK 来我们来看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反应 OK 大部分人都是写2 OK 好 来我们再回去一下 好 确实不是代表免疫力越高 免疫功能就越强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跳多这个迷失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用了错误的方式呢 去怎么样建构了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OK 那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里面所谓我们讲的这个免疫力呢 是好比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军队 那当有外界这个这个所谓的物体 物体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呢 我们这个这个免疫力战士啊 他就会开始工作了 他会怎么做呢 首先他就会开始做一个防疫 防疫各种病毒 包含了细菌 病毒 增菌 寄生虫等的感染 那他也会有做其中一个功能呢 就是稳定 稳定什么呢 清除我们体内所有的衰老的死亡的 损伤的一些细胞 那保留健康血功能正常的细胞 那最后呢 还有一样东西呢 他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监视 他会识别和清除呢 那些突变的细胞呢 以免发生癌症 OK 这个就是免疫力的这个三大功能 好 来我们先来看 可是问题是 如果免疫力这个所谓的高免疫力的情况之下呢 他有一个状况会发生 那是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的情况之下 辨别这些突如其来的一些病毒 那他就好像这个兵士一样呢 他会拿出那个炮弹枪 那所有人不管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怎么办 他都通通会消灭掉他 所以免疫功能亢奋的时候呢 他除了消灭病毒细胞以外呢 他会伤害我们体内的正常细胞 这个也是最近的这些呢 一些这个冠状的会员的案例里面当中 他们就有发现到呢 有一些患者早期病情是OK的你知道吗 很轻的叫轻的 可是后来后期呢 突然间就加重 那有专家认为呢 可能是由于集体受到大量病毒的刺激后呢 又发起这个免疫系统呢 产生过量的应急反应呢 而引发了一个所谓叫做地胞因子公报 所以开始大量攻击回自己自身正常的细胞所致的 所以免疫力这件事情呢 不是越高就是越好 OK 也低呢也都不好 所以重点是什么 免疫力必须平衡 所以免疫力就像一把双刃刀一样 那太高有问题 太低也不OK 也非常的这个免疫力就会下降 也是不好 那你看当如果一个人他的免疫抗净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了很多身体里面的过敏反应 包含了有些人有鼻子过敏 低性胃 皮肤炎 花粉症 湿疹 气喘 这些都是免疫抗净所引起的 那严重起来的话呢 它也会影响到很多的 所谓我们叫做自体免疫的那一个 自体免疫的这个疾病 包含了肋风式 关节炎 僵直性 脊椎炎 然后红斑性 蓝肠 肝腺 这一些呢都是因为自己的免疫 自体的免疫呢 攻击回自己的免疫细胞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自体抗炎的这部分呢 就有了这些所谓的疾病 那当免疫低下的时候呢 当然你的这个所谓的防疫功能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大功能 就会下降下来 那你就容易得到这些病毒 细菌 霉菌 增菌 等等的感染 那更可怕的是 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 癌症也会找上我 比较容易呢 找上我们 那这个就是 关于到免疫抗净 跟免疫低下呢 都不是好的事情 那最重点是什么 免疫必须要平衡 所以免疫力呢过高过低都不好 健全的免疫平衡呢 才是我们免疫系统呢 正常的硬作的这个王道 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的身体最好的医生是免疫力 那除了免疫力以外呢 特别是在这个现在疫情之下呢 我个人觉得 提神治愈力呢 这件事情呢 也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关键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思维了 我们也明白到了说 原来不是只是提高免疫力 就能够真的做好我们这个所谓的防疫 而是需要建构一个健全的免疫系统 那个才是当下指导 所以我觉得以其去盲目 吃一些维他命C来提高免疫力 不如我们可以从一些正确的饮食跟生活习惯呢 还有选择一些正确的这个保健品下手 那个我觉得才是 我个人觉得才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式 那对抗病毒的 这个我们讲的免疫力呢 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起嘛 那既然我们知道免疫力 会因为你的生活方式而起变化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方式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这个 14天的管制令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有做对了什么 或者是我们有做错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那造成免疫失衡的元凶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会影响到的就是从一个饮食的角度 所以当你营养失衡的时候 那过量运动 然后不良的环境 睡眠的这一个混乱呢 都会影响到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心理压力的这个问题 那今天我们 我想比较专注在于 这个谈论的就是在心理压力这一块 那虽然各个 这个五个元素里面都很重要 可是今天我们把专注点 放在心理压力这个部分 好 那当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人有压力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会好的吗 是愉快的吗 还是你会有角力 厌倦 失落跟一些复杂 情绪的一些复杂 那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开心 那有时候突然间呢 你就会发现到怎么样呢 自己就觉得 突然间掉入了一个 很失落的这种感觉上面 那实际上呢 我们已经专家已经有 医学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到 很多疾病的起源都跟什么有关系 压力跟情绪是有很大关联的 那压力 压力本身呢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呢 非常非常的大 那可是除了免疫系统以外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当压力大的时候呢 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影响呢 非常多 包括在头发上面 我们可能会掉发 我们会有兔头 然后会有口腔呢 容易有灰烂干燥 那肌肉呢就会有肩颈腰酸痛啦 肌肉神经抽痛啦 皮肤刚才有谈到的一些 牛皮癬啦 湿疹就会产生了 然后绳肢器官的绳肢系统部分呢 就会乱经啦 阴道感染啦 阳尾啦 爪泻等问题 那精神状态呢 也肯定不会好 就是你容易失眠 头痛焦虑 硬怒 那感染它免疫系统呢 那至于心的话呢 就是心血管疾病啦 高血压也容易造成 然后肺的话呢 就是你呼吸会不顺 然后急促不力的 这个气喘的体质 那当然还有压力大的人 消化系统都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容易有什么 肠胃炎 然后呢 你会有胃酸逆流等等的 这些问题会开始产生的 OK 好 来 所以压力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 无声无息的什么 健康杀手 那既然我们今天 在谈论防控疫情 这个情况之下 除了要提升免疫 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以外呢 提高心理的免疫力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道防线 OK 好 来 这个防疫 看到这个女生吗 宅在家里 当然男的女的都一样 我们现在全家都 宅在这个家里面 有令你感觉到恐慌 或者是 焦虑 不安 抑郁吗 有没有在这段时间 你感觉到自己是很孤独的 没有朋友 然后呢 变这个温真呢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广东话 就是茫长的意思啦 很茫长啦 反正脾气就很暴躁 然后转租力下降 然后还有一些呢 在早期特别我发现到有很多人呢 就是整天整天呢 就是怎么样 一直在想到买口罩这件事情 然后当你没有买到口罩的时候呢 你就有了一种感觉上很示弱 没有安全感 那即便你买到口罩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是什么 不安心 那其实这个呢 已经是有一个焦躁的 这个不安的这种 情绪已经上来了的 那有没有 因为这样呢 就像刚才 我们美教经理讲到 讲 有些人可能就因为 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呢 有人会 失眠啦 然后呢 变这个胃口会改变 然后因为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次的这一个疫情 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作息呢 完全的被打乱 然后呢 居家隔离增加摩擦 这个就是 刚才我们的 那个 Gavin Gavin经理所讲的 夫妻之间 我那时候有看到报导 或是在哪一个国家 也是有讨论到就是说 这个疫情 会不会让这个离婚率真高 那因为 之前都没有这么 这么长时间的聚在一起嘛 那现在呢 就是几步就24小时 都面对面的看着对方 那那天呢 我有听到一个朋友呢 就有在 谈论去买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出去买菜的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他叫他老公去买 买那个 买那个什么 好像是买那个番茄吧 OK 买番茄 那他买回来什么 他买回来茄子 OK 那其实这个的话呢 这种摩擦呢 当然他会产生 那比较严重的应该就是 有一些人会因为被这种 自禁走短的问题啦 加上经济衰退呢 困扰着 那这一次的疫情 OK 有没有让你的压力荷尔蒙提高了 那我想压力被增 如果今天这个疫情恐慌呢 压力被增下去呢 有些人的专家呢 要我们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现在在 我们可能比较要关注的 就是自杀的这件事情 自杀的这个风潮 会不会因为这疫情呢 开始增加 那也在 在这个 这个 上了一些网站上面呢 我查询了一些 关于自杀的一些资料 你可以发现到呢 确实 不管是在任何的国家 现在有蛮多人呢 都因为疫情呢 自杀了 OK 那你看在苏格兰 就有四个球员企图自杀 那意大利的一个夫妻呢 因为得到了感染 所以他也因为 还把自己这个影响到 就是传染 然后他自己选择了自杀 所以在意大利呢 已经有两名夫妻自杀了 然后在印度呢 也有一名男子呢 他自己本身呢 也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 自杀生了 那自杀的理由就是要保护家人 可是后来被确诊了 就是被证实了之后呢 报告出来其实是显隐性的 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所以我觉得他死的还蛮眼望的 OK 然后还有在韩国你看也是一样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 那马来西亚的话呢 是在3月28号就是两天前的时候 有一名大概是62岁的华裔男子呢 也因为住院就是 就是接受这个检查嘛 然后呢 他也在那个自己的病房中呢 自杀身亡 可是不过之后呢 是被检视呢 这个证明患者呢 其实这个证明死者呢 其实是呈现隐性的 显示他并没有患上 这个患病 那为什么 各位可能可以想到 他根本还没患上呢 为什么他会 他会做出 他们会做出这样子的这种举动 就是自杀呢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理层面 跟我们面对 敢讲的疫情所引起的这个压力 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OK 就是我们比用我们的控制了 OK 那至于说现这个阶段 到底我们的压力 我们目前的压力 都到底有多高 到底你的这个压力带 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这边有一个 我这边有一个压力表 那各位呢 也可以花一点时间 现在来看一看 自己本身来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现在从1到10 1到10的这个所谓的压力带当中的话 你处在哪一个号码 OK 这边有给各位看到 就是1呢 就是你的生活很愉快 很充实 那其实这个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现阶段 你现在这个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 你本身的压力状态 因为其实我觉得压力并没有那么可怕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绝察到压力已经存在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你们现在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压力表是在哪里 那如果你做了选择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check 那个check那边呢 就是留下 留下你的那个 你的answer 你的这个答案 来我给各位一点时间一下 OK All right Key你讲一包五是指什么意思 是指五吗 还是指一 好 所以大家都有做了一个反应 哇 我们的Shirley只有1太好了 所以疫情对她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Desmond 3到7是指什么 所以你是在7吗 所以有时候很激怒 有时候很焦虑 有被打败的感觉 我们的总结也是很好 也是在1而已 OK 好 来 其实这个图表的话呢 除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压力状态以外呢 其实呢也可以从中检视你自己的压力源在哪里 OK 那当然现在这个压力源的话呢 目前应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这个疫情这个部分呢 所影响到你的这个家庭啦 你的工作啦 等等这样 那其实压力源那可以来自呢 各自四面八方的 OK 好 那等待会的话我们已经有把那一个图表呢 那现在那个Chenko里面你们待会的话 你们也可以做自己的一个检视 好 那我现在开始要再往下一个部分去做一个移动 好 好 那压力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正确看待压力 缓解压力 you know 把压力为动力 因为要对压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认识到压力它是必然性跟必要性的 尤其是现阶段 OK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认识它是消极的一面 而是要认识它积极的一面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呢 Robert Robert他也说过一句话呢 其实我还很喜欢的 他讲压力是如同一把刀 他可以给我们所用 然后呢也可以把我们伤害 扣伤 只要看你 那要看你是握住的刀 是刀刃呢 还是刀柄 刀柄上面 所以正确的看待压力呢 缓解压力呢 化压力为动力呢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也时常有听过 所以就讲什么 适度的压力呢 其实并不是坏事 OK 因为有适度的压力 给我们有什么样 动力 可是如果说压力 你没有在一个及时性 把它释放或者是转换的话呢 压力就会变成一种什么 毒素 那当一种毒素的时候呢 就是所谓的一种毒 它就会开始侵害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内分明系统 跟我们的智力神经 所以压力呢 本身呢 它对身体 如果当有压力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呢 基本上是有这个三个阶段 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个警报期 所以当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会有出现的一个反应 就是你的fight 就是你站 或者是怎么样 跑 避开它 避免它 然后当你这一个警报期呢 没有去处理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到第二阶段 那第二阶段呢 就是我们的抗脏期了 这个时候呢 会怎么样 当你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呢 我们的荷尔蒙呢 就会开始分泌哦 那待会我会跟各位来谈一下 跟深入来谈一下 哪一些荷尔蒙会分泌 那那些荷尔蒙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对我们的智力神经 也会造成什么的重大影响 那最后的时候呢 当这个压力没有去处理的话 怎么办 我们就会开始会有这个浩劫期 就是我们就会生病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身体呢 对应压力的三部曲 那当我们看到的压力 其实压力有不同类型哦 各位 那我们看到的时候 这边我列三个例子 压力呢 大致上我们可以分为一种 立即性的压力 立即性的压力呢 就是很快速的 即时性的 就像有一些人不擅长演讲的人 擅长演讲的人 当你觉得你马上 今天我马上说 叫你上台演讲的时候呢 你感觉上马上 第一个什么 你的心术会加票啦 然后呢会冒汗啦 这种就会呈现一种 什么立即性的这个压力 那当立即性的压力呢 其实我们会分泌的这种荷尔蒙呢 是让我们来应急的 是OK的 可是如果说今天 这个立即性的压力呢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短期性压力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呢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杀手细胞 就是NK这种的免疫细胞呢 功能就会这样 它的数目功能就会下降 更严重下去呢 就是长期的这个 慢性压力的时候呢 你省着连比的淋巴球 T cell B cell的淋巴球的功能 数目的功能都会完全的下降 OK 所以在不同的压力 类型当中的话呢 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怎么样 不同的这种影响力 那如果我们要把压力分为 种类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两个大 两个大 就是两个category 一个叫急性压力 一个是叫做慢性压力 OK 那不同在哪里 急性压力 刚才你讲的 它是一个短期的 那这个短期的时候呢 它可能之后 随着这个短期的 这个事件发生了过后呢 你的这一个身体的状况呢 你的身心呢 就会被急速的调整回来 当有急性压力的时候呢 你会这个 对健康的影响上面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你的心跳会加速 你血压会上升 然后呢 这个肌肉会紧张 肾上腺素呢 会上升 OK 那比较可怕的是什么 是慢性压力 那或许目前各位 你看到的 或许对你来讲 是属于一种急性压力 可是我觉得这个疫情 继续往下去延伸跟爆发 没有办法在这么短期里面 解决的话呢 不要小看它 我觉得开始 我们会有承受的是 慢性压力的这个问题 就会开始了 那慢性压力呢 对健康的影响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 一个就是生理的 一个是心理的 那在生理上面的话呢 什么会受影响 心血管的系统会受影响 所以会增加我们罹患 心脏病 高血压 即中风的风险 然后呢 它会导致我们肌肉紧张 所以你就容易出现怎么样 偏头痛 肩膀僵硬啦 疼痛啦 腰痛等这些症状 然后呢 会增加呢 患糖尿病 回胖症的这个风险 刚才已经有谈到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失灵了 那有一些呢 因为这样子呢 也会有这个鬼剃头 鬼剃头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 有时候就是你在那个 那个头发 就是头发 头部的部分呢 突然间有 有某个部分呢 就是空掉 就是没没长头发的 长不出头发出来 那叫鬼剃头 OK 然后呢 肠胃也会受影响 所以容易出现胃痛 肚痛 胃炸 或者是你的大便习惯会改变 便秘问题 那甚至系统会受影响的话呢 就是会让我们的性功能会下降 影响我们性欲 然后女性的话呢 也会有出现这种呢 经期不准 然后同时金钱症候群的问题 OK 那当然 这个 这一个部分呢 是在我们一线的 在生理上面的 那在心理上面的话呢 心理上面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些情绪反应 这些情绪反应呢 就是我们就会开始 有脚力 然后也会做出 什么样呢 就是应对策略 就是 这些应对策略 是让我们去减少情绪反应 可是这些应对策略 一般有正或两面 如果今天我们是正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正面 就是好像调节一些想法 正面 正面思考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 可是这样负面的话呢 就会出现了什么 酗酒 滥药 甚至自残的行为 出现自残的形象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有没有 那些呢 这个 余力自己 余力自己得到那个 那个 肺炎的人 然后或者是已经得到肺炎的人 他们就走上了 用了这个应对策略 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做一个启动防疫的机制 那就是会把很多事情呢 就是当做好像每一件事情 可是其实它是在压抑着自己的 OK 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慢性压力呢 对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影响 OK 好 这里呢 各位看了这个图表里面 我要带出的一个概念就是 20分钟的压力呢 会压垮我们免疫系统三天 这个严重吗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压力到底如何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那这个图表的话呢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 第一个反应呢 会就到我们脑部的一个腺体叫下肆球 那下肆球呢 它就会开始怎么样 从我们的脑干 脊椎的部分呢 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力神情系统 所以这笔神情系统呢 它就会分泌一种 从那边呢 就从我们的这个 影响到我们的肾上腺 那我们肾上腺呢 就会分泌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荷尔蒙 它是属于一种急性压力荷尔蒙 那另外一个管道呢 它会怎么来呢 它会去到下肆球呢 它就会打一个signal到脑下垂体 那脑下垂体呢 一样它会分泌某种荷尔蒙 去刺激一样肾上腺的这个部分呢 去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荷尔蒙 那这种是什么荷尔蒙呢 是属于长期压力荷尔蒙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图表里面 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件事情 压力跟什么有关系 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系 跟什么 哪里的荷尔蒙 这个分泌出来的 这个荷尔蒙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肾上腺 所分泌的这个荷尔蒙有关系 所以事实际上呢 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做好一个 防疫抗压的这一个 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呢 这三大系统都不可缺 就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做好 平衡好我们的神经系统 我们内分系统跟什么 免疫系统 这是维持我们健康的三大支柱 OK 好 然后这里呢 我想在这边的话呢 给各位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分享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三大黄金三角的这个系统的平衡的 关键性当中的时候呢 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选择的方法当中 OK 因为像我个人 我本身就觉得这当中 尤其在这段防疫的期间里面当中的话 我觉得免疫力很重要 治愈力重不重要很重要 抗压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那免疫力 治愈力跟抗压力呢 其实也跟我们的荷尔蒙力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那我也非常感恩这段时间呢 就是在 因为我很早之前嘛 就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接触了 15年就开始接触了欧美丽 那我只能说 欧美丽呢 欧美丽呢 确实是已经有帮我们准备了一把呢 非常 玩叫什么 非常大 大把应该讲 非常大把的一把遗伞 那这把遗伞呢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由内额外呢 保护好我们自己 跟亲爱家人的健康呢 去做到 不只是提升免疫力这件事情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呢 健全我们的免疫系统 然后呢 平衡我们的荷尔蒙 OK 那最后呢 就是提升什么样 我们的治愈能力 OK 那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一下 有什么的方式呢 可以最直接的帮助到我们 去做好我们的防复的 上个星期的话呢 如果有在线上的话呢 各位应该有学习到 我们的Gavin经理呢 有为我们各位呢 讲解了一个呢 非常 非常棒的一个分享 那他有告诉我们 怎么通过呢 欧美丽的三重的防复呢 可以不分日益的 守护好我们 对不对 那我想各位应该有学到了一些 非常非常实在 非常有效的方式 这种方法 如何来保护自己 跟你的家人 OK 那如果没有在三个星期呢 听到这个分享的话 也没关系 因为我知道呢 公司有把这个分享 录影起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 那个事后的这个录影 来重新认识一下 我们怎么样子通过 这个三重的防复呢 去从外在的 内在的保护好 我们的免疫力 跟记忆力这件事情 OK 好 来 这张呢 是 我跟袁敏 不是 Mekal 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的 一张slide 这张slide呢 花了我们不少时间 是因为 我个人觉得 我真的觉得是说 欧美太棒了 因为它确实是让我们 做好了很好的免疫战备 系统的这一个方式 跟方法 如果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好吗 如果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免疫系统 战备好 准备好的话呢 我们当然有些事情要避免 对吗 要know 然后有些避免 有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多做 如果我们看这个避免的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要避免去吃太多精致糖类或是人工色素的这些食物嘛 然后呢 因为这些都会引起什么容易引起我们发炎过敏 ok 然后还有呢 就是一些油炸食物呢 过多的烘焙食物呢 也会增加我们氧化 这个压力的增加 我不晓得各位 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呢 你的冰箱里面 或者是你最近所吃的东西 有没有比较多属于这种精致品啊 我相信可能是有的 因为大家要冷冻起来嘛 然后可能也会 也会那个买了非常多的一些 那个什么泡面啊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个 有一位先生吧 哇真的是很压速 买了几箱的 这什么 这个泡面 我想他还没有 这个防疫没有做 他已经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什么 发炎状态跟过敏的状态了 让自己的氧化压力 已经开始增加了 ok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说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到 这些你在吃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 ok 那其实你可以多喝什么 Aqua Olive 橄榄叶 跟多吃什么 葡萄籽 因为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 去做抗发炎 抗过敏 跟帮助我们什么 对抗自由基 非常非常好的保健品 非常强有领保健品 ok 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个 疫情的当中的时候呢 尤其是马来西亚 我们宅在家里是吗 宅在家里 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会用电话啦 我们用很多的电话啦 看很多的电视啦 追剧啦 所以过度的使用3C 难关的话 其实他会干扰我们的免疫力的 ok 那这样子怎么办 如果说你还是有用3C 然后还是一样的追剧 然后看电视的话呢 那我鼓励各位可以多吃i-brad 这个i-brad也有我们帮助 碗碎也是会让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的 那它影响我们退却技术嘛 那细胞的胸部会减弱 如果过程里当中 你就让你皮肤不好了 那你可以用这个干细胞 来处理我们的这个 这个皮肤细胞的一些的回复 ok 好 那要多吃什么 大家都知道 刚刚你讲的嘛 饮食是不是很重要 是我们要多吃一些彩虹蔬果类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维生素ACD的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补充 然后蛋白质跟Omega 好 好 那在这个的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就强调一下 像我自己个人 我自己个人的话呢 我早餐的时候呢 我会喝这个Gilibar Omnipro 不是因为运动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 而是因为呢 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那在制造荷尔蒙 还有这个抗药的过程里面 蛋白质其实扮演就是氨基酸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个元素 ok 然后 各位可能我们你们 不知道知不知道 Omipro呢 其实是我们人体里面所需要的氨基酸 大概是20种 那Omipro里面已经有14种的氨基酸 所以你只要每一天有喝一包的话呢 都能够提供至少我们能够有适当的 这个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的摄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选择 非常好的选择 那至于如果你今天想要在抗压 的情况之下 对他也讲了吗 摄氨素 我们讲的一个摄氨素 是能够帮助到我们先做抗压的话呢 香蕉 这个水果呢 是不错 所以我个人有时候会用Omipro 跟香蕉 放在一起呢 打成一个Milkshake 也蛮好喝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一下 ok 那如果在过程里面当中 我们当然也要鼓励各位多一些 吃点蔬果的这个纤维 帮助好菌的分散 然后充足的睡眠 这不太重要 那如果今天在睡眠 大家本身在睡眠状态时之下 如果不好 也不能用意放松自己的 这个自立神 这是神经来讲的话呢 可以选择盖的补充 然后运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运动 适度的运动 我们就是要让助我们自己做什么 血液循环嘛 然后如果今天是 如果说好像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 每天都动来讲的话 那我会鼓励炎气波 也是会是一个选择 让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调节我们好 我们的这个能力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非常棒 我们的一系列的产品 帮助到我们在免疫战略系统上面的 一个备战上面的帮助 那至于中间那一瓶呢 就是什么EVA嘛 那EVA的话呢 EVA其实它有非常强大的 神奇的荷尔蒙粒 它这里呢 给我们至少有13粒 那13粒呢 我们各位来看一下 它给我们呢 至少会有体力 活力跟魅力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你看到吗 各位有看到这个圈圈里面的 这slide里面 你看到 生意力 性能力 脑力 记忆力 鼓力 肌力 抗压力 免疫力 燃脂力 循环力 都有帮助 最重点是什么 这些13粒 你看只要 摸了EVA够力吗 很够力 它真的是够够力 OK 那最重点呢 它刚帮助到我们 就是可以启动 我们的什么 生命力 那在启动生命力的 这个部分的话 在这个整个 这个13粒里面的话 那我们今天 当然谈的一样 是在 美力跟抗压力 这个部分 刚才我已经有讲到的 压力会从 自律神经 跟内分泌 来侵害我们的身体 对不对 还记得 还记得 那个数字吗 20分钟 所以如果今天呢 当这个 20分钟的压力 没有办法释放出去 没有办法转换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分泌 所谓叫 可体松 那这个可体松呢 它就是所谓的 皮质醇 它就会压抑 我们的免疫系统 高达3天 那当然在 这个 刚才已经谈到了 当你 这个可体松 一直不断的 分泌过多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会发现到呢 血压会不稳定 胃酸会增加 你的肌肉跟关节会疼痛 然后呢 肌力会变差 那一样 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整体的健康 那 可体松 所谓的皮质醇 肾上腺素 到底是从哪里 分泌出来 人体里面有八大系统 那今天我没有办法 跟各位 这么详细的讲完 这八大腺体里面的 这一个 各种的荷尔蒙 我们会专注在谈 肾上腺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要谈的 可体是压力嘛 那压力的话呢 是从哪里 压力荷尔蒙 是从哪里 分泌出来 肾上腺 肾上腺这里 分泌出来的 那肾上腺到底在哪里 肾上腺呢 就在我们的肾脏 它有 大概是肾脏上面的 一个拇指大的 那个 大概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 上面就是它的腺体 那 它翻演的一个角色 是什么呢 就是分泌我们 所谓的肾上 三种重要的 那种压力荷尔蒙 以后我可以 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呢 它有一种 特别的荷尔蒙 刚才我谈到的 可体松 对不对 当我们有压力来的时候呢 20分钟的压力 它就会分泌 一种可怕的荷尔蒙 叫可体松 这种荷尔蒙 那这种荷尔蒙的话呢 有没有看到 它是 不会随着我们的年龄 而减少的 因为一般上呢 我们可能 一般上的荷尔蒙 会随着我们年龄 而减少 那 这种是一种荷尔蒙呢 当我们的压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是一直在什么 上升的 那它可以导致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或许是肾上腺疲劳 所以你会觉得很累 全身酸痛 睡不饱等等 那严重下去来讲的话呢 它会开始 第二阶段呢 就开始 就是攻击什么 甲状腺 所以你的甲状腺呢 就会混乱 然后就产生疲倦 体重增加啦 皮肤干燥啦 血液循环 不良等这个效果 最可怕的是 这个荷尔蒙 如果一直在分泌 高度的分泌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导致死亡 就是我们所讲的 肾上腺 过劳死 所以有人也把可体松 称为什么样 死亡荷尔蒙 OK 好 我们来看 所以谈到这一点的话呢 去压调性 重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 一个情绪压力的出口 那这个是我去年 去年在那个 TV8 8度空间里面 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是一个 专题的课题 专门在谈身上限 疲劳如何影响 这个荷尔蒙的分泌 那今天 今年有压力 我们一定要找出什么 减压的方法 那我知道 各位应该这些方法 大家都知道 都有在用 是吗 OK 第一呢 就是凯一讲的嘛 从什么 饮食上面去着手嘛 均衡的饮食嘛 然后 可是均衡的饮食的时候呢 各位你们去看一下 这六张图表里面 在你的右下角的那一个 很多人时候呢 其实在压力的时候呢 他选择了食物的话呢 选错了 他选到了 是生压的食物 而不是看压的食物 那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压力怎么样 越来越高 你看一下当你平时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喜欢吃甜的 巧克力 不是巧克力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冰糖 然后呢 蛋糕啦 饼干之类的 交通食品 那其实是会让我们的压力 一直在结束上升的 那当然适当的应动 OK 然后呢 进行 OK 还有就是听听音乐啦 画画啦 这些都是好的方式 那睡眠也是一个好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 按摩 那实际上呢 适当的按摩来讲的话呢 他会降低我们的这一个压力荷尔蒙 呢 他们自己这么多 所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今天要跟各位这边分享的 这件减压方法 我想各位你们可能自己都有学过 也有在做 那可是今天呢 既然是一个新思维 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 跟各位分享一个呢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听过的一种方法 就是滋养肾上限 这个方式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刚才我谈的嘛 20分钟的压力呢 会压垮我们的免疫系统餐贴 那我们如何可以在20分钟内呢 就能够好好的释放出 释放掉或者转换掉我们的压力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OK 那压力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 自己去控制它 刚才我不是谈到的吗 压力荷尔蒙 我们今天从源头左手好吗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从源头 源头去处理好 那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压力荷尔蒙 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不容易去上升 那压力荷尔蒙从哪里 哪里分泌出来 就是刚才我讲的 肾上限 对吗 那肾上限的话呢 它分泌的是三种主要的压力荷尔蒙 一个叫做皮脂醇 肾上限素 OK 然后呢DHEA 那它们都属于压力荷尔蒙 可是它们的关系呢 有所不同是在哪里呢 有两种呢 皮脂醇跟肾上限素呢 是属于加压荷尔蒙 然后呢DHEA是属于减压荷尔蒙 所以这三种荷尔蒙呢 它不但帮助我们应付呢 许多生活压力 精神的负担 同时它还帮助什么 调节我们体内许多重要的元素 包含了血糖 脑功能 肌肉运动 体液跟电子质的这个平衡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 这三种重要的荷尔蒙 都是来自哪里 肾上限 所以肾上限 只要我们滋养好 让这个肾上限的功能强壮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在抗压的能力上面呢 也会开始变化 这是是的 这是没错的 所以那今天要滋养上肾上限 我们如何可以做得到 其实这里呢 我们有几个研究报告显示当中了 就从美国的一些 还有德国的一些的期刊里面 就发现到呢 他们用滋尾草萃起呢 这个萃起布呢 来治疗肾上限过劳呢 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那各位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瓶伊瓦酸 我们这瓶 手上我手上的这瓶伊瓦酸 其中的里面呢 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原料呢 就是滋尾草 OK 滋尾草 那就代表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如果抹伊瓦在肾上限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抗氧 是 OK 那抹在哪里呢 肾上限是在哪里 肾上限刚才已经讲了 在肾脏上面的那一个两个腺体 对不对 他只有拇指那么大 OK 那是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腰后 OK 腰的后面 那当你在抹伊瓦的时候呢 请各位呢 当你在抹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抹法 就是我们平时 平时 这瓶伊瓦酸对不对 我们不是有配一个小汤匙的吗 小小的汤匙的话 一般上的话呢 各位看一下 我会用这样子 看到 OK 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一汤匙这样子 一茶匙 那肾上限这个部分的话 我平时会用三小时 三汤匙 OK 可是现在呢 在这个防疫期间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 无形当中 是比平时来得多的时候呢 我是double的 我用六汤匙 那怎么抹 抹的时候呢 就是一样 你放在你的手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你就在你的背后 OK 可以站起来一下 OK 你的背后呢 这样子 你可以去这样子 抹抹它 抹抹它 OK 好 然后抹抹它了过后呢 你还可以 这样子的这种 拍打动作 OK All right 然后 如果说今天 平时的话呢 其实我在家里 也没有这么 这么这么乖啦 不是用这个小汤匙啦 我会怎么做啦 我会用手直接挖 因为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在自用嘛 自己在用 你自己在用嘛 你不怕 你也不怕所谓的 这个传染感染的 这部分的话 我都是会用手 怎么样 一挖 好 一挖的名字 起得非常好 一挖 就是要怎么样 一挖 所以各位 不要吝啬 不要只是拿样子的小钉点 要怎么做 一挖 OK 一挖 那一手这样子的话呢 就抹在我们的这个什么 肾上线 那这个是一个呢 这15年这样下来呢 我 肢亚好肾上线呢 是我其中的一个 减压 抗压的一个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是从什么 从源头 铁鱼 OK 那就是其中的这个 我要分享给各位的 其中的一个方式 就是 制压好肾上线 OK 好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我也是要跟各位在谈的时候 既然我们谈到的是免疫力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 内分泌系统 这个荷尔蒙的这部分的话呢 在我们的腺体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的免疫大王呢 就是我们的胸腺 OK 那胸腺呢 胸腺所分泌的 这一个胸腺技术呢 它呢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 做非常好的一些 免疫系统的增强的 OK 来 那胸腺呢 其实基本 胸腺是什么 胸腺的话呢 它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开始成长了 那开始的时候不大 它10到15 那青春期的时候呢 就会成长约30到40 那青春期后呢 逐渐呢 它就会开始怎么样 退化和萎缩 到了中年40岁过后呢 大约大概就是10克左右了 那70到80岁的时候呢 胸腺呢 就完全萎缩 OK 所以如果说今天 是小朋友的话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 现在还是中少年的话 也少过40岁来讲的话 那我要鼓励各位 Eva呢 等一下我跟各位怎么说 你要多抹在哪里胸腺的部分 让他们呢 可以增强他们的免疫的能力 的免疫细胞 OK 那当今天 我们刚才讲的嘛 40岁过后呢 基本上它就会开始 做一些萎缩嘛 可是如果我们经常 不断的刺激它 经常保护它的话呢 其实它还是可以保持在最活跃状态呢 就不容易生病 然后还有胸腺技术呢 可以让我们刚才谈到的 有没有 我们的NK细胞 我们的T细胞 然后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的T08细胞 成为有活性的免疫细胞 所以胸腺的保护跟滋养 重不重要也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一个关键时期里面 那胸腺到底在哪里 OK 我们来看一下 胸腺到底在哪里 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部分 胸腺你知道锁骨吗 锁骨这个部分对不对 锁骨你们可以自己动一下 就是你的锁骨 锁骨就是这个凹陷的地方 然后你往下四个手指那个地方 那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来测量 因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你从这边开始的话 四个手指下来这边的话 基本上这边就是胸腺的地方 OK 这里地方 那唐中腺会比较下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我会都是这个地方 不管是就是在唐中腺 或者是在这个胸腺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一样刚才讲的一挖 一挖 抹了之后 抹了之后呢 抹了过后在你的胸腺 抹了之后 然后用你的 紧握你的这个拳头 拳头 在你的胸腺上面呢 上下揉动 上下揉动 一次大概多少 30到50下 OK 一次大概30到50下呢 然后呢就是一天要按摩多少 200下 这个应该不难嘛 大家都可以做到嘛 然后一样 重点一样 你不要太大力 然后轻轻的 轻的按摩 然后你会慢慢的感觉到 有一波一波的热 会从里面放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在这一个期间呢 各位 我在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呢 是一个呢 自己的防疫抗压的 提高免疫力 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免疫力 更健全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对一些新朋友来说 可能你没有听过 EVA是什么 我大概给各位一个简单的 带过给各位知道一下 那EVA呢 主要其中的一个来源 刚刚我谈到的 滋养肾上线呢 主要一个很好的原料 滴尾草 那滴尾草呢 这个原料呢 是我们这种 全曲部 我们叫荷尔蒙全曲的原料 它呢 就是一种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 自己去转换出 当然你在这个slide 你们可以看到的 这么多种不同的荷尔蒙 那这个的话呢 有机会我在 下一次的分享的当中 再跟各位详细的谈 所以EVA呢 主要的三大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会帮助到 我们自体荷尔蒙的平衡 它可以做好 非常好的松土思飞 自活自育力 然后如果今天各位 有酸痛麻痒的话 这些的部分的话呢 各位呢 你们在这个区区要排酸呢 正痛安抚上面呢 EVA也帮助大家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这个它的原理就是一个原料的提供 自行产生我们的荷尔蒙 然后平衡荷尔蒙 对抗自由基 活化我们的细胞 最后会做什么 它会帮助到我们去强化 强化什么 八大系统 这个各位你也看到的 所以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荷尔蒙这个EVA这么神奇 因为呢 其实神奇的是我们自己神奇里面的荷尔蒙 因为当我们的荷尔蒙一旦平衡的时候呢 这八大系统就能够怎么样 正常操作 正常定做 所以各位有些人可以看到 今天我本来只是要解决我个年期的问题 或者是我也经经痛的这个问题 没有想到我的这个神经系统呢 失眠的问题呢 酸痛的问题呀 然后呢 容易上风感冒的问题呢 还有这个胃酸导流的问题 统统也得到改善了 所以只要我们可以做好 自体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的 这个管好我们的荷尔蒙 说平衡好的时候呢 实际上的话呢 这个对我们的八大线体 八大线体和八大系统的帮助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EVA呢 已经是在市场上有将近24年的历史了 然后自1995年到现在 OK 到现在 然后是美国产品 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 也非常推崇推广 是因为呢 它是一种不添加任何动物 跟植物性荷尔蒙 纯天然 不漂白 不添加相近 然后里面呢 有检测了270种 就是不含任何的 这一个需要的成分 因为其实 产品有效果 我想有一些的补充疗法 所谓的荷尔蒙补充疗法 也可以做到 可是关键是 安全性 所以我觉得 不是在以你的效果 而是在一项 选择的原则上面呢 很重要的一样当东西 就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希望各位在做你的这些养生啊 这些所谓的一些 保健品的选择当中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守重无伤在求有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效的产品 可是如果它是伤害我们身体的 OK 那我想各位不要用 OK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产品有效 又安全 又是一个自然的话呢 那当然要怎么样 脱脱的 就是好好的把这样子的 这一个好的产品 落实在我们的这一个家庭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EVA本身 已经刚才讲了二十几年了 它已经是感动了百万人 从男女老幼老少 都是我们EVA的爱用者 那最后最后 各位还在线上吗 还在线上 那我知道时间上面 好像现在事情九点半了是吗 Nikelle我还可以继续吗 还是我就不需要中断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 一点点 那各位各位 我想这个呢 最后呢我要结束了 可是我在结束之前呢 我想送给各位一份礼物 一份爱的礼物 那这份礼物呢 心希望呢 各位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 大家的压力 是在被诊的状况之下 除了学会了 刚才我们讲的 如何去做好这个防疫 我们的健全免疫力 跟这个提升我们的 治愈能力平衡 我们的荷尔蒙以外呢 那减少脚力 怎么去让我们获得幸福呢 就在这一个呢 今天要送给各位的一个礼物 那就是也是一样这三个字叫854 那854呢 其实它这个不难 我们今天都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简单的能力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要跟大家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呢就是 我要明各位呢 等一下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就好 不多一分钟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那一分钟的时间呢 我要各位呢 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呼吸的频率 那这呼吸的频率呢 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细呼为一次 就是细呼为一次 细呼为一次 那我只限时一分钟 所以等下我会说开始 那你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闭上眼睛 反正你自己在家里嘛 你可以闭上眼睛 然后呢就是我说开始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数你细呼的次数 好吗 那我讲停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那个chat那边上面 就讲说你 你这一分钟里面 到底呼吸了多少次 可以不可以 OK好 细时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OK 继续 继续 好 停 OK 好 大家计算出来了之后 就是你刚才讲的 福西的这个次数的话 有多少次你们写在 这个留言板上面 OK 来 我们再等一下 OK OK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呼吸就本来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在呼吸 可是到底自己本身 一分钟到底呼吸多少次 的频率是多少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经验 OK 好 来 我们还有 陆续有人在回应 OK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普及上呢 一般上都是十多一次 就是一分钟大概十多次左右 也有一些看到的是 二十几次都有 OK 好 还有吗 OK 好 来 我们现在来揭晓一下 OK 你们可以陆续 把你们的答案也PO上来 OK 好 来 我们大概陆续揭晓一下 这个是一个 给各位做一个图表的对照 好 来 如果各位 你刚才数的这个呼吸呢 是有在14以下的话 你至少像个人 OK 然后呢 如果是14以上的话呢 其实你的呼吸的话 一分钟的话呢 就对照表你看当中的话 狗就是26次嘛 牛20次嘛 等等的 OK 好 其实这个的话呢 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它有道理的 乌龟呢 其实只有两次 所以乌龟的寿命特别特别的长 那当然你不要去到 一分钟只呼吸两次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如果今天我们是在 维持在这个 这个 我个人觉得就是 其实维持在Store这个 这个间中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速度来的 那如果今天你去到了 超过20以上的话 我会鼓励各位呢 多练习一下 把自己的呼吸慢慢下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呢 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我们呼吸是快的还是慢的 是快的对不对 那只有我们在平静的时候 我们呼吸才编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 很有智慧啊 就是说你生气的时候 要你做一个什么样 深呼吸 所以呼吸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为什么我要给各位 去自己细数一下 细数一下 自己的这个呼吸的 这一个一分钟有多少次 因为呢 根据我们荷尔蒙学的角度去看 当你每分钟呢 八次的时候呢 恭喜各位脑下垂体开始 完全的分泌 每分钟第一 四次的时候呢 松果体就开始作用呢 会让我们进入冥想状态 就是所谓的 让我们 只要你达到八次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容易进入 个所谓的奥法波 那奥法波就代表说 我们容易怎么样 平静下来 那这代表是什么呢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些的腺体的分泌呢 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的自愈力 就会大幅度的怎么样 提升上来 所以呼吸 这种的八分钟呼吸法 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让我们去启动 我们的自愈能力的一种方法来的 那八五四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想的 第二个方法呢 要 第二个礼物呢 要送给各位的 希望各位呢 可以怎么样 多笑 那多笑呢 因为在笑的免疫学里面 免疫力 你看到 大笑启动免疫力哦 它会帮助我们 不只是降压这件事情 它会提升我们很多很多的脑内荷尔蒙当中的 所谓的快乐荷尔蒙 包含了血清术啦 脑内肥啦 这个所谓多巴胺 所以笑 一天要笑几次 笑五次 那如果今天大家还没有笑超过五次的话 等一下的话呢 可以尝试的下 想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 让自己笑起来 好不好 OK 那第三个礼物呢 要送给各位的话呢 就是拥抱 那可是这个的拥抱 我们要做的是 一天几次 四次 不过这个的话呢 现在这个阶段 就可能 就不鼓励各位见人就抱了啦 以前的话 我都想见人就抱 那这个的话呢 怎么样 抱我们的 自己的 亲爱的家人 所以 等一下 如果今天 还没抱抱的 朋友们 或者家人们的话呢 等一下可以不会给你的爱人啊 你的老公啊 你的孩子啊 OK 一个怎么样 爱的拥抱 要抱几次 四次 那为什么是四次 而不是一次两次 因为四次的话呢 它会帮助我们启动一种 非常重要的 非常 特别的一种 爱的荷尔蒙呢 谁叫幸福荷尔蒙 就是吹产素 我们所谓的oxytoxin 这种荷尔蒙 OK 所以 这个就是我要 我要送给各位的 今天的这份礼物呢 就是 八五四 那记得咯 八是什么 就是 每分钟 呼吸 八次 然后呢 怎么样 五是什么呢 五就是 大笑 每一天大笑 五次 那最后呢 就是 拥抱 四次 这就是所谓的 八五四 所以最后 我希望呢 借着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能够让各位呢 有一个新思维呢 怎么去 让我们的免疫 更健全 然后呢 提高我们的自益力呢 那最后最后呢 祝福各位 然后呢 身心健康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